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数学很简单,我是张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九年级的数学 目前进度讲的是相似三角形的历界试题 那今天会把历界都上完 上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教那个相似三角形在生活上的应用的部分 那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的第78页的第31题 那我先把这个图先画下来 同学可以把那个讲义先看过 你看一下题目的描述 然后尝试算看看 如果你算得出来就先透过这里不用看 其实都是要先算过啦 就是说像你如果说你有老师讲义的话 我教你怎么操作,怎么使用它 如果你有老师的讲义 然后你觉得题目你都不会写 那你在听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就不要直接马上去操过程 你就听我讲完整节课之后 你再找时间把那些答案做出来 变得说你可以说是再复习一遍 因为你当下在操的时候 你只是操 但是你不见得你会算 这样知道吗 你听得懂是听得懂 但是不代表你会 那怎么样是你会呢 在下课之后 你找时间把今天讲过的课程 你再真的再算过一遍 那算得出来就是你会了 这样知道吗 那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的第78页的第31题 那我先把这个题目的图先画下来 他题目是说如图在三小型的ABC中 BC的中垂线分别跟ABBC较于PH2点 他有说到中垂线你把画线画起来或圈起来 何谓中垂线 BBC的中间垂直平分线 他是又垂直又平分 平分是说BC边 就BH会等于CH 这两个是一样长的 他叫垂直平分 然后呢他说BP长是9 来自己写一下BP这里是9 这到这 另外那个AP长是3 这里就是3 然后呢 PH的长度是6根号2 这边是6根号2 他要做什么 他要求的是三角形ABC面积 你看他的目标是要求ABC面积 求面积很容易啊 底层高除了对不对 有没有底 有底啊 很抱歉没有底 也没有高 也没有高 然后来 但底可以先求出来啊 因为这边是9嘛 这边6根号2 求这边的长度啊 两倍不就变BC长 我们先求那个BH BH就是利用那个勾股定力来去求他 怎么求呢 就是斜边平方 减股平方开根号 这斜边嘛 这是股 这也是股哦 所以你要求BH要怎么求 用斜边平方 减掉股平方开根号 所以是9的平方 99981 再减掉6根号2的平方 有同学已经开始不会算了 所谓的6根号2的平方答案多少 也可以这样看 他是两个都二次方 所以6要二次方 根号也二次方 6的二次方是6636 根号2的二次方答案就是2 根号2的二次方就是2 36乘了多少 答案是72 所以是81减掉72 8一减七二这个数字好哦 他叫做什么 叫做根号9 根号9怎么样 再整理一下不就变3 所以BH是3 BH3 CH也3 所以BC变多长 3加3 答案是6嘛 对不对 我现在缺高还没有 为了要求高 你这样做 你过A点画垂线 过A点画的垂线垂下来之后 这个垂点的地方 给他一个英文字母 他已经有H了 不要H H的下一个英文字母是什么东西 不是啦 H I Oh I I I很像E 不要 IJ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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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K 那AK怎么求呢 你看 AK叫什么 看ABK ABK三角形 跟PBH三角形 有没有相似 有相似嘛 对不对 这共用角 这边直角 这直角 A相似 那相似以后 所以你的PH长 比上AK的比例 就是小比大 所以 我们为了要求那个AK AK我是X 所以PH的长度是6-2 去比上这个AK长是X 就所谓的小比大 我再画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是这样看的哦 看这个PBH 跟ABK三角形 相似 因为相似 所以他的用法就是 小的 比上大的 会对应到小比大 有看到哦 所以我刚才说小比大是6-2 6-2比上X 会等于小比大 叫9比上多少 对12 因为9加3是12 所以他变成了9比12 好 这个时候呢 后面当然先约分哦 人约就先约分了 这样知道吗 你不要直接列成内Y乘Y 可以约就先约啦 这个是解题的一个计算的小技巧 所以除以3之后 339 3412 好约好之后呢 再使用到 内向乘内向 等于外向乘外向 我们简称内内外外 不是啦 叫内乘内外乘外啦 所以内乘内 等于外乘外 那内乘内的话呢 3乘X 叫3X 5Y乘外 4乘6-2 就是4-6-24嘛 它是24-2 所以S乘内多少呢 你把3-1-1除以3呢 所以答案是8-2 好 我们刚好说 我们是目标是要求 三角形ABC面积 底算出来是6了 高这里啊 8-2 有没有 所以是 底乘高 除2 这样答案多少呢 它就6-8-48 48在除2 24 所以答案是24 根号2 你可以2跟8约分是4嘛 4-6-24 根号2还在啊 所以面积答案这个 24根号2 所以这题这样算起来 算是也是容易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OK哦 好 希望各位都没问题 这题算是不错的一题哦 因为这一题好像也在那个学校的课本 会当做喜座题目 那这题算是基础的应用了哦 这样OK吗 好了我们看三十二题哦 三十二题其实比较漂亮 好来三十二题哦 三十二题呢 它是要判断说哪一个是跟这个题目给的 它是相似 相似型哦 如果相似的话呢 它会对应角相等 还有对应边乘比例 那为了去观察它的对应边乘比例 我们把这个圆图哦 所以做一个切割好了 然后分开来看 这样比较容易做判别哦 像这个直角两边呢 这里跟这里 它是一样长的 就发现哦 我把这边连起来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格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没错吧 等腰直角 结果这边呢 它是搭配一个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说 这边有三格的对角线 一样三格对角线 等腰三角形 所以我只要找到说 它是这种搭配的方式 应该有可能会相似哦 所以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比如说A好了 这里是直角对不对 直角这里直角 我刚刚说把这边连起来对不对 连起来之后呢 A要等腰哦 有没有等腰 没有嘛 这边是两格的对角线 这边呢 它是四格的对角线 那就不一样长啊对不对 所以A一样排除它哦 再按B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连起来之后去看 这边是等腰直角 所以我把这边呢 这边直角在这里哦 把这边连起来去看 有没有 A A等腰直角符合哦对不对 再加上这什么型 等腰三角型 等腰三角型 所以B目前应该可以哦 我们再按其他的 C好了 我把C的这个呢 这样连起来 哎 这两格这三格 两格三格就不一样长了 所以C排除 再按猪哦 猪的话呢 哎 这边两格哎 这边呢 哇 这什么东西啊 也不行啊对不对 所以猪也排除了 结果发现哦 我只要抓这个角 看这两个等腰 有没有到等腰三角型 等腰直角三角型 如果有的话至少会相似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不用讲了 不会相似 所以目前那个A C珠马上排除掉 这要B了 所以答案选他哦 那我刚才讲那个方法觉得不太好 这比较好了哦 这有没有题 这32题哦 好看那个33题 来这题题目是说哦 他说呢 他给这些选项有A B C D这四个 他说哪一个呢 跟这个PQR会相似 你要这样想哦 我们的相似的条件呢 有三个 哪三个 第一个 SS 三边对应成比例 对不对 还有一个SAS 两个边加一个角 另外一个叫AA相似哦 所以你看哦 如果是三边对应成比例 这有三边吗 没有 QR边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不可能成立了哦 好那SS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我把这个角度算出来之后呢 就SAS去找答案对不对 或者是AA 也可以啊 我把这两个角度找出来 这75这也75对不对 75的上面多少 180扣掉这两个不要 这两个相较是150嘛 180或150 所以上面是30度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AA相似的话 只要两个角对应到75或30度 他就相似了 如果我们要找的是SAS的话 那个夹角一定要30度 这两个边一样长 然后夹30度的哦 所以答案里面我们去挑一下 符合的答案后最有希望的答案就是B 他的B答案怎么给他这样给的哦 他是这边30度 然后呢这两个边长都是5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因为6比6就是1比1也是5比5也1比1 那夹角多少 夹角就30度啊 那这边也30度啊 所以他是SAS相似 所以答案选B是可以的 那其他都不行了哦 他的角度也不对啊 那个 角度没有对应到就不行了哦 好 所以答案选这个哦 这个第三三题 OK哦 好 再来看那个34度 他说呢平行四边形的ABCD中 其中AB等于A珠 哎 如果AB等于A珠 这根本就是菱形啊 对不对 菱形就是四边等长嘛 平行四边形 因为对边等长啊 你又这AB等于A珠 那变菱形啦哦 然后提问又说那个 直线AF交B珠于G 角A不是120 这个角哦 他不是120度 不是哦 把他杠掉 然后呢 F是C珠的终点 终点代表说这里等于这里啊 那这两个 那这怎样 这两个全等啊 全等理由是AAS 因为你看哦 这两个是对顶角相等 再加一组内错角相等 AAS AAS全等哦 所以 AF珠全等 E FC 会全等哦 他问这个吗 不是 他问你说 哪些 哪一个条件下的三角形 他不会相似 就哪一组不会相似哦 我们依序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问到是说 三角形的ABG 对F珠G 来找一下 ABG A是说 我怎么加写 我把它擦掉 好 这是三角形的 A BG F珠G 天不问说 ABG 跟三角形的F珠G 是相似的 好 有没有相似啊 如果没有就选他 如果有就跳下一个 这A选项的 来我们找一下 ABG ABG是这一个 这一个 F珠G 不就这一个 这一个 ABG 跟这一个 有相似哦 好 不好意思 A选项是说 三角形的ABG 跟F珠G 会相似 对不对 对哦 理由是像这一个 跟这一个 一样它是 内错角 相等哦 然后这两个呢 对内角相等 所以它是AA相似 可以的哦 AA相似 好 再来下一组呢 那B选项是说 A G珠 跟 E G B 好 B选项 三角形的 A G珠 好 你顺便找一下 跟三角形的 EG B 好 这两个会相似吗 来看哦 A G珠是 这一个三角形 对 EG B 哎 就是这个嘛 有没有 有哦 理由一样是 内错角 相等 再加 对顶角 AA相似 所以一样有相似 好 照顾下一组 下一组问的是 AF珠 EAB 三角形的 AF珠 跟 AEB 那 AF珠跟 EAB啦 写错了 EAB不是 AEB EAB 好 好 三角形的 AF珠跟 EAB 会相似吗 来找条件 好 那个 AF珠 AF珠 是 这一个 这个嘛 跟 EAB EAB 这一个 有没有相似 有啦 为什么有 X跟 X叫内错角 还有这里呢 这 跟 等一下 EAB EAB 还有啦 这个 跟 跟 这个 跟 这个 AF珠 是不是 这个 X 对 X 内错 角 相等 好 那 EAB 的话呢 它是 这一个 我们看的时候 是 AF珠的 这个 角珠 跟 EAB 的 脚 他是 对 那个 对角 相等 好 虽然是 A相似 这个也是 有的 甚至 最后答案 他的 珠 选项 是 FCE 跟 E珠 G FCE 跟 这个 E F珠 G FCE F珠 G FCE 跟 F珠 G FCE 是 这一个 对吧 F珠 G 是 这一个 你看 这两个 唯一有的 就是 对顶角相等 其他什么都没 你根本找不到 只有这两个角 这两个边长相等 相等 没有用 他未必还有 可以对应到陈北利 所以 答案就没了 所以选择是 这个 诸选项 他就不一定相似了 因为其他都有相似了 这是下来的四题 我们看那个 第三十五题 他说阅读下列的叙述后回答下列问题 那他说土印呢 是一个长方形 他内部分为四个大小的 相同小正方形 对方先L1 他要通过两个蓝色的 我证明画好了 这个要通过这个交叉点 好 再来图二的话呢 他是把它分为三跟四 对一个 十二个的正方形 然后L2呢 这条线他通过了六个 六个小正方形灰色部分 第一点问你说 L1L2是否分别为图一跟图二的对称轴呢 好嘞 L1是不是 是 所以他对称轴 就是折线 你折完之后呢 对道的颜色形状要一样 所以L1这条线对折以后 哎 有对道啊 对不对 所以L1是对称轴没有错 L2呢 你这样对折会对不到 所以L2不是哦 所以只有L1是L2不是 答案选这一个 好 再来第二题他说 如图三 如果他现在呢 准备2700个 大小相同的小正方形 他没画给你看啊 他说这边有排六十个 这边排四十五个 六十乘四十五 就2700个正方形的哦 他说呢 按照这个 画法哦 他把对角线连起来 连过去之后呢 问你说呢 会出现 会通过几个小正方形 就通过 就像通过就画斜线了 会通过了几个 那要怎么看哦 我把六十跟四十五新约分 你用十五约分 用十五约的时候呢 用十五约哦 这边是四 用十五约 这边是三 结果怎么样 四比三的方格 对不对 看这里哦 这刚好不就是 这也不就是三 所以他画过来形状 跟这个是一样的 他的四比三的放大 放大几倍 你看 四跟三的放大几倍 可以变六十跟四十五 放大了十五倍 因为四乘十五 会变六十 然后呢 三乘十五 是四十五 一样都放大十五倍 因为放大十五倍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哦 我把这一个这样放进来 这个是四跟三的哦 哎 这样就是一个啦 对不对 再接下一个 哎 这样不就两个 这样呢 这样不就三个 这样会接到几个 会接到十五个 应该是按照四跟三的十五倍放大 所以这条线画下来之后呢 会有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会有十五个 那每一个都有六个灰色的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十五个呢 就十五G乘以六 答案会有九十个 会这这这对照的线然后 他就通过九十个小正方形的方格 所以答案九十个 这是第三十五题哦 叫什么五题 好 三十六题呢 他三十六题的题目是说 三小型ABC中呢 珠是AB上的一个点 那已知呢 那A珠C 跟珠BC A珠C 珠BC 这两块面积比 一比三 哎你有感觉到 这两块等高耶 等高的时候面积比一比三 底边比呢 底边比也是一比三啊 对 因为我们说 这两个在等高的时候 面积比就是底边的边长比 对 他说A珠长是三 这里是三 好 那AC长是六 这里是六 那要求出B珠长 先求出B珠长 然后再来去说明说 脚AC珠 等于脚B的理由 所以他有个证明一个计算 好那怎么做 因为我刚才有说过 理由是因为他题目给了 他说 三角形 我把题目意思写下 三角形的A珠C 去比上三角形的珠BC 面积比例叫做1比3 但是这两个我刚刚说等高 对不对 以等高的时候呢 面积比1比3 那底边的边长比也是1比3 1比3放大三倍339 所以B珠长是9 这个是第一个他要问的 那第二个呢 他是要写那个说明 为什么脚AC 对不对 C珠等于脚B 脚AC珠我做记号 他要说明这个脚 要说明的 这个脚AC珠等于脚B这个脚 我们这样做 你看 三角形的 珠AC 注意看珠AC 跟CAB会相似 其中 因为这个脚A 是我们的共用脚 另外 脚A两边的长度叫3比6 你看 我刚刚说 珠AC 他两边3跟6 约分1比2 CAB的时候 两边是6跟12 约分也是1比2 所以就相似啊 对 SA相似 我们怎么写 说明要这样说 第二个 就是三角形 的 珠AC 与 与三角形的CAB中 因为 第一个 脚珠AC 脚珠AC 会等于这个脚CAB 因为他们是共用脚 有没有 珠AC 这个脚 CAB 一样这个脚 CAB这个脚 它是共用脚 再加上第二个 比例 我们这样写 就是 珠A比AC 珠A长 比上AC长 会等于什么呢 珠A比AC 你看看对应哦 珠AAC CAAB 一个对一个 没有 我再标记一下 珠AAC CAAB 等于 CA比AB 它的比例 都是1比2 CA比AB 没错嘛 6跟12 约分也是1比2 都是1比2 所以 三角形 的珠AC 它就会相似 写不下哦 三角形 的CAB 理由是 SAS 相似 因为相似 所以 折 德证 德证哦 德证什么东西呢 德证它题目要求的 它要将我们说明哦 脚AC珠等于脚B 脚AC珠等于脚B 理由就是 括号自己写一下 对应脚相等 因为它相似 对应脚相等 所以 脚AC珠等于脚B 就会成立 你看 怎么看呢 脚AC珠 你看位置哦 AC珠 AC珠 有没有顺序哦 AC珠 谁啊 ABC ABC就脚B 没错嘛 所以就对应脚相等 对应脚相等 这是36题 这样有没有题 有 听它题目怎么说 它说呢 如图啊 在坐标平面上 O是原点 然后A坐标是03 看到马上写了 A坐标是03 然后这边有三格啊 对 然后B坐标是-50 既然是-50 表示这边长度是5个 对 你不要说3-45 AB是4 8下去啊 3-4-5 那4在谷啊 5要斜边 所以AB绝对不是4 好 继续哦 2号说那个 C坐标是60 60 所以这里是6 对 然后呢 L通过的C点 跟Y轴交于珠 他说L的直线方程式哦 又叫做 5 X -3Y 等于K 第一题要求K的值 那不是送分了吗 好 最好先经过谁 最好先要经过了C啊 你C坐标是60 那就代入啊 代入什么意思啊 就S用6代 Y用0代啊 S用6代的时候 5630 Y用0代就没了 等于K结束了 所以K答案30 这是第一个问的 K30 那就不用装的 这K30 打叉写30 好再来下一个问你说 完整说明 AOB CO 珠相似的理由 现在无法说明了 因为条件不够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 珠坐标找出来 好啊怎么找呢 都 都知道了哦 这条线方程式哦 是为了减3Y等于30 求珠坐标 珠坐标在Y轴上 谁一定是0 S一定是0 S用0代求Y S用0代哦 所以 所以S用0代 -3Y等于30 那Y多少 Y就是-10啊 对不对 Y是-10 表示说欧珠常 答案就是10 这时候你看哦 3跟5的两倍大 是不是10跟6 2-5-10-2-3-6 有没有 它是怎么样 它是S-A-S相似 这边都直角啊 所以怎么说明它 是因为它是两边对一层比例 所以它就会相似哦 好我写完整好了 不然 这里要写FASHION 感觉答案又不是很完整哦 来 第二个哦 就是 三角形的 顺序要对哦 小的到大的哦 AOB AOB 与 与三角形的 一样小到大 COD COD中 它因为两个条件 我们都要相似两个条件吗 全等到三个嘛 相似两个 第一个角度问题啊 小AOB 那直角啊 等于脚COD 都是90度角 因为直角座标嘛 当然是直角 对不对 好再来第二个 AO 比OB AO 比OB 你看好怎么比的哦 前两个对后两个 等于前两个对后两个 等于CO 比上OD 它的比例 都是3比5 对不对 所以哦 三角形的 AOB 它就会相似三角形的 COD 全等理由 不是 相似理由 SAS 不全等 相似 好 所以就证明出来 就说明好了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那个 相似三角形的 利益事实体 我们今天刚好 全部都上完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 就可以教那个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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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